巴马玩具 巴比的鞋子掉了 巴比在森林里玩 他走着走着 有点累了 于是在路边坐下来休息 树上的果子成熟了 巴比看到红普通的果子 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于是他用魔法把果子抓下来 一颗果子掉下来了 巴比赶紧跑过去接住 一不小心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了 果子刚好掉在他面前 他站了起来 咦 鞋子怎么不见了 原来是摔倒的时候鞋掉了 路过的蝴蝶飞过来 把他的鞋子叼走了 挂在树上 没穿鞋子的巴比走了两步 哎呀 石头好割脚呀 没穿鞋真不舒服 于是巴比呼叫汪汪队请求帮助 天天驾驶着直升机转了过来 准备去树上行下来 可是直升机的螺旋甲带来的风力太大了 靠得太近会把树上的火子吹掉 天天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 这时候 莱德开着摩托车赶过来 机械狗更加负面 莱德观察了一下四周环境后 找来了一架梯子 机械狗顺着梯子爬上去 把鞋拿了下来 莱德把鞋交给了巴比 谢谢你们 巴比准备回家了 可干走脸部 小舅疼得不行呢 叮叮叮 于是莱德让巴比娃娃坐上摩托车 送她回家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就订阅我吧